这方舱医院也有大批的医务人员 穿着这些防护衣 然后跟里面的这些病患 跳广场舞 所以现在方舱医院的状况 是一片大好吗 但是跟VCR我们也看到 这个大妈拿着菜刀 敌死不从 甚至把警方的盾牌 把它劈开 那可见这个相当的力道非常强 显然是不是有练过 这个力道真的是相当的厉害 我请教第一位委员 这当中的落差到底在哪里 怎么会差这么大呢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中共政权是用政治在防疫 不是用医疗在防疫 因为习近平出来了 因为习近平戴着口罩 到北京的一个礼出现了 所以从那天开始你仔细看 开始数据往下走 确诊病例往下降 然后方舱医院吃太好怕会胖 然后治好的人出来跳舞 好多人都治好了 这都叫样板戏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我都觉得应该为他们亲信 因为疫情能够控制 人命不要损失是好事情 但是 but 这就是政治样板 用政治防疫只会付出 更沉重的代价 因为当你看了这些场面 觉得那没事了嘛 我们就开始爬爬走啊 交叉感染又开始了 这边有医生啊 如果一开始觉得没有事情 就是隐匿疫情 所以才弄个万家宴啊 万家宴你看干燃几个人 一堆啊 所以用政治去美化 不肯面对真实的防疫 必然出事情 如果这么好 WHO 那个奥赛 那个谭德赛 最挺你的 为什么逼到受不了 只好组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去调查 如果真的这么好 你的华春莹应该脱出一枪壁啊 他为什么用微博声音记者会求救 我叫了三十次 你们都不理我 求救内容还包含失贷 希望国际补给失贷相关物资 如果真的这么好 你根本不用疯了啦 怎么全部大家排队等着进方舱 因为吃太好 还会太胖 你在路上 看到那个被抓起来 用脚踹用拳头踢的 然后丢到铁桶子里面去 他们就开笑 他是疯了还是懒到疫情啊 还有昨天还有一个 在八楼还几楼 为了把他抓去隔离 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如果这样的样板戏是真的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这样样板戏是真的 请习近平这群告诉大家 为什么昆山好多城市 都发布一纸命令 要求七个省份的员工不准回来 你给我回去 赶回去 然后呢 如果这个是真的 从习近平出现 之前到现在也是 过了三十多个小时 三十六个小时前 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心 北京封城 封城一个小时后 上海经济中心封城 深圳 广州 广州是整个他们经济的 劳动力调配中心 广州封城 很多工人都调不出去 广州封城 深圳宣布封城 跑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深圳跟香港有五百万人 叫做一户双千 就是你是深圳的人 但是因为深圳住比较便宜 他由香港的出入的镇 所以叫做一户双千 总共有五百万 都跑到香港 所以香港整个扩散开来 所以我认为 因为习近平准备叫李克强背锅 我们这两天在讨论 今天美国的媒体 不管是Washington Post CNN 他开始说 李克强你锅背锅 因为全中国都好了 只有你负责武汉没有好 然后呢 李克强是国务院总理 没有兵权 你仔细看他在防疫荒谬的是 李克强跑去 手上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医疗运所一样还是缺 那资源呢 是解放军在处理火神山 雷神山 处理方舱集中营 那边没有医生啊 叫做集中营 然后物资经过解放军来 有阿兵哥压着 没事 一般管道来的 湖北抢武汉的 不是外省份 湖北抢武汉的 然后大理抢成都的 成都在抢大理的 抢成一团了 然后最后两个 再去抢重庆的 大理比较凶 那沈阳大理 这些乱象都还在 你告诉我 哎呀我吃太饱 方舱太好了 很多透露出来 方舱医院那种方式 他现在是把发烧的 通通抓进去 他可能是感冒 对 他可能是体温偏高而已 你通通放在里面 会不会交叉感染 一定会 因为我们常理判断嘛 那个都通谱啊 而且里面 里面没有医疗 任何医疗 而且几百个人 共用一个厕所 然后你现在 中共政权 演这一出 跳舞啊 方舱很好 我吃得带胖 这会害死人 你这让外省市 觉得没问题之后 他还会再扩散 我觉得这个会产生悲剧